NETFLIX 韓劇《黑暗荣耀》从第一季开播后 霸凌议题就成功引起许多共鸣 而剧中摧毁成 车珠英氏 作为洗衣店的女儿 在霸凌五人帮中论家境和地位都是团体里的下位者 吸毒艺术家李苏罗更对她说过 当初不是文童英就是你 最后她成为空姐还想尽办法将自己嫁进豪门 车珠英在第一步就时不时展现傲人好身材 没想到在第二步她和普贤镇 凌智掩饰 对峙时 竟当众脱掉上衣 正面全落 无预警的露点戏码 让观众全看傻眼 而她的S型的好身材却也备受讨论 接下来就将一一揭开车珠英的私下面 车珠英并不是一开始就获得空姐摧毁成这个角色 而是经历了多次的试镜 真正拍板定案的那天还是因为导演的一通电话 车珠英说 通话的时候我非常的愤怒 沮丧 她问我你最近过得还好吗 我当下非常诚实地回答我过得 的糟 被骂脏话后导演不但没有生气 还说她很喜欢这个回答 就决定把角色给车珠英 崔慧成在黑暗荣耀中是一个做过龙乳又有性感色彩的角色 车珠英放弃女明星最需要的克制饮食 用增重保持性感风雨的体态 而戏中的短卷法造型也是她提出的意见 除了母语韩文 车珠英还是未会说中文 英文 日文共四国语言的大学霸 而她的爸爸是未教保守的人 希望她能好好念书 便送车珠英到美国由她州立大学留学 爸爸希望她不要往演义圈发展 虽然家人不支持 但她还是没有放弃可以演戏的梦想 拜托父母给她机会到30岁为止 车珠英仅用最简单的卸妆水卸妆 然后再用泡沫清洁脸部 平常也不用各种瓶瓶罐罐护肤 不工作的日子就不会化妆 私底下保持素颜 让肌肤远离化妆品达到休息的目的 在IG上可以看到车珠英平常自己煮的料理 她爱吃凉面、荞麦面 都是很爽口、低热量的美食 她也会自己做汤泡饭 将白饭泡在绿茶里 并搭配虾子和螃蟹等海鲜 健康又美味 偶尔她也会自制一碗 纳豆饭加太阳蛋 因为纳豆营养价值高 具有促进新陈代谢的功效 需要控制体重或是代谢不好的人可以吃 车珠英时常会去游泳来锻炼身体 她也曾经在IG上分享她的泳资 从挖室、蝶室、自由室到混合室 热爱游泳的她 只要早晨有空就会去游泳 为摧毁成一角增重的她 在黑暗荣耀杀青后 为了能回到原本的体态 她除了每天早上去游泳外 还会去健身房报道 做瑜伽、冥想和棒式运动来锻炼身体 车珠英还会去练剑道 除了可以爆汗燃烧脂肪 还能培养灵活度 看车珠英的IG就会发现私下的她是个文艺派 书籍、相分配上音乐 再一杯酒就是她的疗愈公事 看展、画廊、出去旅游的照片 也都散发着她的文艺气质 也都散发着她的文艺气质 感谢观看